其实期许的时候 其实像我本身自己有小孩 如果以想法来讲 会希望说可以让小孩 他还在继续接下去到第四代 第五代第六代 那期许的部分就是希望说 我们的一个生产的产品 可以越来越多元 那越符合每一个消费者的 使用跟需求 像我们工厂来讲 它除了就是我们在制作 对一个香的一个需求 对神明的一个敬意 跟心意跟诚心以外 其实它最重要的是连结 我们整个你家的一个 情感的一个交流 跟一个文化的一个蕴含存在 拿出来的更能够的一切 你看到每个人的颜色 你看到死门的一切 或者一切成神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实在 我们的一个地方 我们的颜色